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呢还不去讲这些什么深度学习的算法呀怎么去做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数据在哪里呢 对吧 数据我们大多数是在文件当中的 对吧 我们的数据读取肯定在文件当中读取 所以今天我们要重点是 Terms of Low提供怎样的机制去支持我们去读取本地的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我可以不去通过Pandas读取 可以不去通过Pandas读取 当然Pandas读取你这个文件你你这个数据也是可以去用 对吧 当然TensorFlow当中提供了其他的这种读取文件的方式 因为它是有些优化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是线程对列以及TensorFlow的IO操作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数据的来源就是这些文件 我们要去读取文件当中 第一个我们先呢讲一下对列和线程 这个对列和线程呢只是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或者说先熟悉一下 而我们TensorFlow当中的一些机制 它是怎么样的 这里不当做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文件读取以及图片处理方面的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你怎么去读取这个文件 怎么读取图片等等等等 那这些格式的这些文件 它怎么去读取是必须得掌握的 好 那么首先来回一个问题 在我们计算针分多秒的时候 需要去提取 或者说提高IO读取速度 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说这个计算跟IO操作哪个块 哪个块是不是计算更快 因为我们计算只是在CPU当中频繁的去 你CPU多快就多快对吧 你的计算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什么 这个计算密集型 IO密集型 对吧 那你这个IO操作 IO操作它要频繁的去在这个词盘中读写 对吧 比如说你读文件 我要去这个词盘读文件 读好 然后呢 给你 然后给你用 对吧 那这个你可以迭代的去读取 也可以一次性读取完 那IO操作呢 它的这个速度呢 是相对来讲 相对啊 相对CPU操作来讲 直接CPU操作 肯定是要慢很多 对吧 你的这个速度呢 是要稍慢一些的 那稍慢一些的 那我们想 如果说你现在读对吧 一个文件 或者说几个文件的 内容特别大 比方说你现在要读一季的文件 或者两季的文件 现在你要读这么大的文件 首先第一点 你如果说一次性读取合不合适啊 一次性 一次读取吧 一次读取数据 对吧 比如说潘达斯 当然潘达斯 其实也可以支持其他的操作 但是并不特别方便 他一次性读取 把你这个两季东西都拿来了 好 那你现在干嘛 把两季拿来都一起去训练吗 那这样那个过程 是不是你这个数量 是不是特别多啊 这两季里面 是不是有一大堆的样本啊 几千万个样本 是不是有啊 那所以你训练的时候 肯定是样本样本 哎 多少个样本 多少个样本一起训练 那你读取出来了 哎 一次性去训练 那么这个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一是你的这个内存 肯定是也不是特别好 对吧 哎 如果比如说 好消耗内存 这是一方面原因 然后呢 你这个读取的时候 这些数据 你一批次 是不是就要一次性 把这个 你还不太好去进行分 对吧 你一次性要进行训练吧 哎 你是一次性去训练 当然这是两方面的原因 对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就是速度慢 他读取了半天 对吧 你的模型都在等着了 我要等数据过来 然后呢 数据输入到我这个模型当中 比如说现金合规 对啊 输入我们的X当中 与W三传加B 对吧 然后再去干干干干干干嘛 那这个过程 是不是非常非常慢 哎 你这个数据读取过程 对吧 你还得解析啊 这里面的格式啊 等等等等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是非常耽误我们的操作的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通过一些爱务操作呀 哎 或者是怎么去做 对吧 这个方面 它比较不太合适 那我们TensorFlow当中是如何去提高 或者说去支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读取的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TensorFlow 我们说了 它是个计算器的 所以它重点呢 是在计算方面 所以当你去系列一个模型 你读取都花去了 它花了很长时间 是不是不太合适吧 对吧 所以它需要提供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多线程的机制 我们说了 在TensorFlow当中 你的多线程是一个真正的多线程 能力求啊 真正的多线程 也就是说它能够并行的去执行任务 对吧 它能够去并行的执行任务 什么是并行的执行任务啊 四个线程是同时去进行操作 对吧 好 那这是它提供的一个机制 对吧 一个是读取速度方面 怎么去提高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是什么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对列和对列的机制 然后呢 还有一些文件方面的改善 文件方面改善怎么改善呢 它自己提供了一个文件格式 叫TF Records 注意到这个TF Records 并不是其他的这些文件格式 比如说CSV 图片 JPG 对吧 PNG 还有这其他的这些这个图片格式 那么在TensorFlow当中 它的数据呢 还有一种格式 叫TF Records 这是它自带的一种文件格式 它能够提高你的读取速度 提高你的解析速度 这是它的改善之一 所以当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方 我们面临的问题 就是 当我们去训练个模型 对吧 我们主要是不是就是拿去计算呀 训练这些参数吧 对吧 好 那现在 假设说前面呢 我们在这里读取数据 好 我们在这里是读取数据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是输入你的数据 训练 训练你的模型 是吧 训练你模型里面的参数 主要是 那以前的话 我是这样的 对吧 一次性先 或者说我先把数据读取出来了 然后读取好之后 干嘛呢 再去训练 对吧 这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过程吧 对吧 必须得从上往下 你没办法去 用别的方法去做 对吧 好 那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TonsFlow呢 它提供了多线程的计程 我们是不是就不可以 可以不用这样了 比如说这里是你的主线程 那这个读取数据呢 比如说花费了我这个几分钟 或者几小时的时候 对吧 但是数据真的特别大的时候 哎 那你训练模型是不是比较麻烦了 对吧 还要等着他 那现在 哎 有了多线程 不是一个伪多线程 对吧 还是一个真正的多线程 子线程 我可以让子线程干嘛 是不是可以去读取数据 可不可以啊 我让子线程读取数据 好 我还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去训练模型的时候 我不是这样 把一万 一千万个数据拿过来 一起进行训练 而是怎么样 我先训练一百个数据 然后再训练一百个数据 再训练一百个数据 是不是每批次 一批次训练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昨天在讲 这个线程回归的时候 哎 其实如果我们数据量 对吧 是从别的地方读取的 我们可以实时的 给他提供一百个数据 我们可以定义张卫福 对吧 提供一百个数据 训练一次 提供一百个数据 训练一次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吗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就比较轻松了 我干嘛 我叫子线程先读吧 先读 读取一百个数据 哎 放好了之后 我主线程一发现 哎 有数据啊 我是把一百个数据 拿来训练 就可以直接训练了 就相对这个过程 是不是没有耽误时间 是不是已经在开始训练了 然后我一百个拿走了之后 子线程肯定已经 还是往里面放了 哎 那然后子线程又放了一百个数据 放到了一百个数据 是不是主线程又可以拿 这两个过程互不干扰了 当然啊 当然你这个子线程肯定往里面放数据 有数据主线程才能运行 这个很简单 因为一百个数据取出的很快 对吧 所以哎 我们这个地方子线程呢 他们俩之间呢 也肯定是有一个机制 哎 我们说这个数据之间的共享啊 或者传递 我们可以通过对列实现吧 是不是可以啊 哎 我子线程哎 往这一端 往对列一端放了 你主线程是不是往这一端去取啊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这个过程是两个线程去做的 不是一个线程去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主线程可以直接运行程序了 他就可以训练模型了 那开启一个子线程 让他去读取数据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往里面放不就行了吗 所以TensorFlow通过这样的一个 最直接方式 就是多线程的方式 对吧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这些什么python 这些框架当中 因为没有怎么去 真正的去接触个多线程 所以都是一个伪多线程的形式 对吧 很难去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或者很难去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对吧 既然我们已经可以用多线程了 那何必还用这什么斜程啊 对吧 这些东西 哎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多线程的一个机制 对吧 他怎么去提高 Io读取速度 这就是我们TensorFlow的一点 很重要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了 先是介绍他的一些对列啊 他的这些线程的这些机制 介绍完之后 我们再带大家去读取文件数据 能力就好 好 那我们第一个讲的就是对列和线程 里面有三个概念 一个是他本身的自带的对列 其实跟我们Python高级当中 哎 你们再定一个对列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的啊 是一模一样的 先定一个对列对吧 对列大小多少 然后翻翻出去啊 取数据 是不是这样过程啊 好 那这里呢 我们要讲的两个东西 一个对列 一个对列管理器 这个称之为对列管理器 那它是有作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线程和它的协调器 就是线程协调器 好 这是我们三个概念 那接着我们先来看对列 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接触过一些对列 基本的一些写法 所以呢 我们这快速的一些看一下 对吧 TensorFlow当中啊 它自己也把对列分装成了一个什么 TF点 FIFO queen 先进先出的对列 按顺序处对列 还有一个rounder job对列 你是说随机处列 当然这里的随机处列 就是打乱顺序处的处理队 能力吧 好 那这个对列呢 哎呀 我们说对列是什么呀 你看 它是不是有这种形式 比如说是一个单线的对列 单线的对列 是不是你从某一端进去 然后从另外一端出来吧 这是不是单线对列 那还其实还有双端对 对吧 双端对列 哎 我这边既能进又能出 那边也能进能出 啊 这边比方说进 这边比方说出 是吧 我往里面翻数据 比如说翻一个数据 对吧 哎 翻进去了 然后呢 再翻一个数据 对那你从这边去 是不是从那个最头边开始举吧 先进的先出吧 对啊 这是对列啊 这是对列先进先出 要注意了 first in first out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呢 就使用默认使用这个tif fifo queen就行了 默认先使用这个 那么使用这个的话 我们介绍一些api 跟我们pathon当中的这些对列呢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快速过了 fifo queen 注意了 这里我穿进一个先进先出的顺序对元素进行排队了 这样你搞对列 对吧 capacity是什么啊 就是你对列的大小 你这个对列本身有多大 对吧 我得一千个 也就是说他只能同时赚一千个数据 满了之后 你不能再c进去了 你只能等着 等他我们再取数据之后 再去拿 再去往里面放出去 好 这是capacity 基本上就建立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就是details了 所以第二个参数干嘛 他就是相当于是指定你这个里面对列里面数据类型吧 对吧 你的数据类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 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name了 这些我们可以先不用的 name 那所以他只有一个参数就对列大小 首先是对应了一个对列大小 那看一下 他里面有哪些方法呢 看一下 这里面的方法跟我们在python当中的这个对列的方法是不是一样呢 是不是差不多了吧 哎 你的dequid是不是除对列吧 你的inquee干嘛 也是入对列吧 当然inquee many是同时把一个更多的数据 很多的数据把它同时放进去 然后equid只能放一个数据进去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还有size就是当前这个对列 对吧 或者说他本身对列里面的数据的大小 还有多少个数据 那这些api 相信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啊 之前讲过 只要去用就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呢 我就通过这个对列就行了 我就通过这一个api 去实现一个什么呢 去实现一个同步过程 我们去模拟一下同步过程 既然说我们这个turns of load 可以提供多线程的机制 所以我们可以实现一亿步吧 直线程读数据 主线程取出去吧 来取出去训练 那我现在呢 虽然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我们先来让大家体会一下同步的过程 什么是同步过程 这必须得我把数据准备好 一切都处理好 你前面代码执行完了 才能执行后面训练的代码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 假如说我们现在完成这样一个同步过程 比如说 我就模拟的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 我先执行什么呢 先执行 它是有个顺势的 先执行干嘛 往对链里面放数据 往对链放数据 放数据好之后 我再去取数据训练 那这个过程 如果没有多线程的话 是不是就是必须从这样往下执行啊 然后我们就实现这样的过程 其实呢 我就是拿一个对链 然后呢 对链放出去 好 当你放好之后 它才能取完 因为你执行 是不是先执行放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再去执行取的操作吧 哎 你只有一个线程 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关系 干嘛呢 完成一个出对链加一的操作 入对链的操作 什么呢 我先假如说啊 出对链加一入对链 这是我们所要处理数据的一个操作 我们先得把这个操作做完 才能再去训练 那比方说 现在你放了一些数据啊 比如说你这里放 零 这个地方放一 我们再来一次啊 比如说这地方放 啊 好 现在啊 你从上往下呢 先把这个放了好 之后呢 然后你要做一个操作了 先做操作 把它取出来 加一是变成一了 哎 放回到这个结尾 注意了啊 这里还是前面先开始做这个操作啊 然后一做好操作之后 然后再把一拿出来加一啊 一拿出来加一 是不是变成二了吧 这个假设啊 假设是这样去做啊 你数字不一定是这样 你可以乘法都可以对吧 好 那接着我再运行一遍 对吧 比如说再运行一遍 好 变成三了 他也放进去 然后我再来运行 是不是 我可以循环很多次吧 好 我循环个一千次 或者一万次 是不是就模拟一个数据读取的过程 是不是比较靠时间吧 那只有这个进行之后 是不是数据 哎 三个数据还是放里面了 那现在好 执行完成之后 数据读取 数据处理完好了 那你再去取对面里面数据进行训练 这必须得把这一步操作做完 再去训练吧 哎 就模拟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跟我们的这个Pathom当中的这个对面 它是一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去用这个对链实现一下 对吧 首先呢 把我们的这些那个酷呢 先导入进来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去这个模拟啊 模拟一下这样一个同步 先这个处理数据 这个处理数据 然后才能干嘛 才能去取数据训练吧 哎 就是模拟一下这个过程 你理解就行了 好 取数据训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去做啊 对于Tentive Law 我们去写这样的程序 你要去模拟这样的过程 我们说了 这里面有些OP 你是要在Session里面去运行的吧 对吧 有的OP 比如说你操作啊 放数据啊 什么等等等等 要在这个绘画里面 不行 还有你要取数据 是不是也在绘画里面 这个运行 这个某某东西 对吧 好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应该干嘛 首先第一步 你应该先把你的图的结构 先定一好吧 图的结构 我们应该定一什么东西 或者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你整个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定好 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想一想 在绘画当中 对吧 我直接先开始绘画了 在绘画TF.session 对吧 SSS 好 我在绘画当中 是要去运行什么呀 是你要去运行这两件结果吧 对吧 我要把这个图结构当中的一些操作 去拿来运行的 运行 比如说 我要放数据 是不是也要可以去运行吗 比如说 我要去取数据 去训练了 是不是也要去运行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 是要定义一些基本的操作就行了 比如说放数据 加一进队类的操作 是不是要在图当中去定义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绘画之前呢 基本上是属于你一个定义图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过程 比如说 先把一些东西 基本的东西定义好 对吧 操作定义好 接着我在绘画当中去运行吧 对不对 是这样的过程吗 所以 我们在前面 首先 你是不是要先准备一个对列 这是我们最先考虑的吧 首先 对吧 首先定义一个对列 首先定义对列 好 定义对列里面 对立对列好之后 比如说那我第二步 是不是我要把你们翻一些数据吧 然后什么 翻出去之后 还要取出来 加一操作 是不是这些操作都要定义好吧 你定义一些对吧 你的这些 那个读取数据 或者处理数据的过程 对吧 所以你要定义一些 读取数据呀 取数据的过程 取数据的过程 那么我们这里是什么 取数据 然后呢 把这个逻辑啊 就在这里写了 取数据加一 再入对列吧 对吧 我们就想完成一件的操作 当然这些操作 是随机定义的啊 你可以完成别的操作 好 这是我们第二步 还定义好了之后 是不是就结束了 是不是就结束了 你这些操作定义好了 是不是我就先去执行这些操作 然后再去取数据吧 取数据 当然你也可以去运行别的 这样你搞 取数据 这个对列里面 是不是就有取数据啊 你运行那个就行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逻辑呢 非常简单 对吧 所以这里是为了模拟一些 我们处理数据的过程 然后再去取数据 对吧 好 首先定义一个对列 定义一个对列 我们说了 TF点 FIFO first thing first out QUEUE 好 我第一个对列 第一个是什么 对列大小吧 比方说我对列啊 我现在就给一个数据比较小 比如说三个数据 对吧 你现在只能往里面放三个数据吧 对吧 好 那指定一下 我们放的这个数据呢 它的类型是什么 好 这里我们就默认 先使用flow的三了 注意了 这里面反回一个 这样一个Q吧 比如说这个Q就是对列 好 首先你要去 现在你要干嘛的 定义一些处理数据的这个操作 然后在这里面就行 那定义处理数据的这些操作呢 我首先得往这个对列里面放数据才能去取吧 你现在有没有数据对列 没有数据吧 那是不是我先得放入一些数据 放入一些数据 好 放数据怎么放 是不是Q里面有 histogram 下个知名 我们放多一点乒 reading missed других 我现在比方说就放三个数据几句 好 比如说放 lui 0.1,0.2,0.3,可不可以啊,翻三数据,好,这个是什么,返回一个,翻数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吧,比如说Inqueue呢,这样的一个操作,可以吧,或者说直接定义这个InqueueManager 好,也是说这里呢,就意味着我是翻数据了,现在你翻数据这些操作也定义好了吧,现在你要干嘛,是不是要去取数据,加一注定列,把这个操作也定义好吧, 就是整个前面处理数据的过程,对吧,定义读取数据的逻辑 处理吧,处理数据,那么这个处理数据是不是这个过程吧,好,那首先我们要定义这个过程,首先第一步干嘛,是不是取数据吧 取,我就比如说我取一个数据,然后加一,再入列,可以吧,好,比如说我在你queue里面已经有数据了,我是不是可以dequeue一下 哎,dequeue一下,比如说出现了一个data,这个取的数据啊,注意了,是不是还是一个op吧 他这个op,只不过这个op,op里面是不是有数据了,数据类型就通知吧,哎,然后接着,我一个吗 加一吧,那我这里呢,就直接说,他是一个dequeue嘛 dequeue,autocue嘛,autocue,他是一个出列,然后呢,我出列的这个一个数据,这注意了,他虽然是一个,对吧,他打印出来是一个concept吧,他是不是可以直接加一,可不可以 取出来是不是一个数据吧,这个autocue是什么,是不是里面的数据啊,虽然它是一个op啊,对吧,虽然它是一个op,取出来是不是一个数据吧,对吧,你的数据是可以进行加的 好,那这个加是不是重载了,昨天我们说过啊,这里符号是可以重载的,好,比如说,加了之后,哎,现在0.1出来了,加一是变成1.1了,1.1现在干嘛,所以我再把它放点对列吧,好,queue.inqueue 好,我们inqueue什么呢,data,注意了,这个inqueue也是一个op,inqueue,好,我们在这里定义的inqueue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定义了出列列,加一,入列列的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如果说在python程序当中,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完成的话,是不是,一次就结束了 我再来一次,是不是,for循环取一次就行了,是不是,在python当中就定义好了吧,你不需要再干嘛呢 但是tonsflow当中还比较麻烦,需要开启绘画去行吗,对不对,哎,这个过程是重要的 首先,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呢,我们的这些对列呢,是不需要再去执行的 我们首先呢,要初始化对列 初始化对列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要运行一下这个对列呢,它要放一些数据去 那是不是要我运行这个inqueue manage,把数据先放进去啊 如果说你定义了这样的op,你去取的时候,它有没有放数据呢,没有放数据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哎,session.run我们的inqueue manage 好,现在有了数据,好,我现在就模拟干嘛,模拟这里是处理数据 数据,然后呢,这里是训练数据,可以吧,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训练的过程啊 好,这我先处理才能训练嘛,好,那我处理数据怎么处理啊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数据取出来啊,对吧,一个取出来,加一放进去 再来取一个,加一放进去,我是不是循环可以做很多遍吧 是不是啊,好,比方说我for,来个for循环,I in range 我就故意模拟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故意的模拟前面处理数据的一个过程 你时间越长越好,对吧,比如说我for循环一个一百遍 对吧,好,我一百遍干嘛呀 是不是要执行这个过程,那这里的过程 需要全部执行吗 前面我们在讲这个trainop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就执行一个trainop吧 那在tensorflow当中,你的这个运行某个东西操作是有依赖性的 比如说我运行操作呢,tensorflow当中,运行操作有依赖性 什么叫有依赖性呢,比如说我现在啊,我直接先运行这个 运行这个,它是不是需要这些的一个数据啊 好,数据呢,它是从这里来的 然后呢,这个out of queue呢,是不是这里啊,是不是queue的dequeue嘛 是不是啊,那你dequeue的时候,哎,有同学问了,那你dequeue是不是,是不是也要依赖性呢 在这里面的数据啊,当然不是 因为你dequeue里面有没有一个操作是跟它有关的 没有关,注意啊,看到这里 你的out of queue,好,out of queue在这里 是不是跟它先加之后才有data吧 data之后,是不是inqueue里面是不是有依赖data data是不是依赖这个out of queue 这里面是不是有关系吧 你out of queue跟这个inqueue menu之间有关系吗 没有一个操作之间,比如说 你inqueue menu是加1等于这样的一个out of queue 没有这样的关系吧 哎,只要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就不能说,我就运行这个 他也只能自己犯对的啊 跟这个是两部分是隔开的 能理解吧 必须得有操作之间计算到这样的一个关系 才能叫做有依赖性 能理解吧 这才做到依赖性啊 好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运行这个依赖他 这个依赖他 这个啊,这个依赖他 是,所以我们只要运行他就行了吧 对的,当然他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依赖性对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负循环100次对吧 我要执行什么 是不是执行这样一个东西 他就完成取数据加1入的量 哎,直接完成100次吧 放进去对吧 就相当于是玩100次循环 再过去加1再进去 是不是循环100次啊 对吧 就整个三个数据一直加1 好 那在这里 我负循环执行哪一个 session点run哪一个 是不是increate就行了 哎,increate 好 现在我们看 我处理数据是不是一直在处理吧 好 必须给我这一步执行完成之后 哎,我print的 好,处理数据完成了 你可以去训练了 说通知一下训练了 当然肯定不用通知对吧 只是程序的一个往下执行 那接着我训练数据就直接取数据吧 我就 就没有什么要训练的对吧 我们直接取数据出来了 好 比如说我把这里面的三个数据都取出来 三个数据 但是我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对链里面有多少个数据 是不是你可以判断对链里面大小吧 哎 Q点 size是不是对链大小 注意了Q点size是什么 Q点size也是一个什么 OP吧 是不是一个OP 那所以OP我们得取它的值 这个是不是要取值啊 一定要注意了啊 Q点size是OP 只要你获取tendable一些方法都是OP 必须得运行它里面的值 好 我循环几次 把我们的数据取出来 那我这里就可以session.run 取数据怎么取啊 我可以运行这个 也可以运行decreate吗 Q点decreate 对吧 是不是运行这个操作就行了 你运行这个可不可以 也行嘛 因为它没有什么依赖的吧 你只要把取数据就行了 好 现在也就是说 我们模拟的过程就是先取数据 然后处理数据之后 才能再去 去你数据 好 那我们就这个步骤呢 运行一遍 我们的这个数据呢 没有去打印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报错了 Value error shape must have a rank at least one 看一下是哪个地方报错 晚上找 这个地方是什么 11行在这里 他报的错误是不是这个地方 什么问题呢 看一下 shape 这样一个shape 必须have rank at least one 什么问题 肯定是一个参数的问题吧 其他肯定没有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参数 我们想干嘛 是不是一次性 入多个对类吧 入多个数据吧 那入多个数据 要注意了 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这个东西放进去的时候 他把它单做成一个什么呢 单做成一个张量去看待了 我们要放进去什么 就是一个列表当中 专了一个数据 两个数据 三个数据 四个数据吧 他要把它当成一个一个的数据 但是他把它当成一个张量 他把它当成一个张量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我们在定义这个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开启fx 那如果我定义一个这样一个数 这里面是五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是一个什么类型 这个硬的类型 我想让一个A变成圆主 或者说列表的形成 应该变成什么 所以加个多号就行了 这里 那我们再看typeA 这变成了一个原子网 列表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我如果只是放一个 他应该也是一个硬的类型 如果我再加个多号 说明他就是这个列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把这里面的数据 当做一个整体一个 这里面的一个列表数据 那什么样才代表他列表数据呢 我们是不是要在外面对吧 加一个括号 然后呢 我再里加打一个多号 所以这相当于是我放了一个列表数据进去 对吧 因为在conservlo当中会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他会把默认把这些东西单成一个什么 占量 如果你填这样的数据 他还是占量 有这样的填数据占量吗 肯定不会吧 肯定是报错的 对吧 如果你填这样的数据 因为占量你肯定要这样去填 对吧 你再来加几个吧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 哎 你这样不去填 他这样的就把它单成一个列表的形式 把里面的数据一起去放进去 001 0203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 是不是循环100次之后 我的数据变这么大了 是不是这么大 哎 这就是循环100次 当然 我们举这个例子 对吧 不是说让大家自己去写对列啊等等 去处理数据等等 后面我们会具有一些非常方便的API 我们是想让大家理解呢 我们的整个过程 是不是 从上往下 第一步 你是不是必须得从上你就行吧 好 执行到这里 出这话了 然后再执行训练数据 对吧 执行好之后 还要循环100次 我循环个1000次 1万次 10万次 100万次都可以 对吧 就看你数据量大小 好 必须得处理这两行代码 运行完之后 才能再继续 往下训练吧 这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是一个同步过程吗 那我现在 等一下我们要干嘛呢 我就让这一部分 对吧 我可以让这一部分呢 不用自己去做了 我要开启一个县程去做 可以 开启一个县程 往里面翻出去 然后我这边呢 执行到处置化 比如说 当然我比如说 之前处置化 然后我直接就可以 执行这里了吧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取数据 去训练了 你这边是不是就可以 在不断的填数据 我这边不断的取数据 比如说我可以按批次 我每批次取100个数据训练 你每批 你就一直放出去就行了 是不是就这样过程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对吧 首先感受一下同步的整个过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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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